此地不能久留 咱也不等他给咱们钱了 你赶快收拾东西 赶快回家 今晚去走 没钱怎么走啊 快回老家 你养得起我吗 现在是一个奇迹而去够要命 这又来一个杨大少爷 这不更要人命吗 那 那要走你自己走 我不去跟你过那种苦日子 苦日子 宝贝啊 你就不怕我死吗 你就是吓唬自己 哪有那么可怕呀 哪有那么可怕 我告诉你 我要跟你说奇迹而干的那些事啊 你就知道啥叫可怕了 黄管家 我有这么可怕吗 别开心 别开心 黄管家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你以为你出得了这个王府 你不要休息 不要休息 我错了不了解 你以后你说啥 我做啥不了解 我求求你了不了解 你以为你还有这个机会 你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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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饶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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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活命 下 下 啊 我最恨这样的女人 下 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好 我马上告诉少爷 贾姆斯的钢刺对我要塞的步伐无视眈眈 几次三番地盗取图纸 幸运的是 这些图纸只是一些建筑图 没有设计到宾利部署 现在图纸设计的建筑已经完工了 总部要求我们把这些图纸运送回新京进行封存 虽然这些图纸不是我们的最高机密 但也不能让抵抗组织得到 所以这次运送图纸的行动是密密进行的 希望大家同力配合做到万无一失 是 是 证据王业府发出名案 王业府 解传 老队长 你们过去看看 是 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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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昨天晚上 你们就没听见什么动静 那你们谁先发现的 我这一万三不知啊 这是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也说要不然怎么能够让我进行 你 你 陈队长 你怎么看 一刀毙命 手法相当串熟 一看就是职业杀手所为 分析得非常进取 北北 丁队长 我跟你说好句话 我来说 杨森 亲家 王府最近接连出事 我这个未来女婿不好当啊 还得拜托您了 尽快破案 经费方面我来负责 杨森 王爷是我们帝国的 忠实朋友 我一定会接你 王府买卖多 得罪人在所难免 一会儿您见着王爷的时候 问问他 有没有什么仇气啊 杨森 希望以后你也长点心 照顾 照顾 王爷 那是必须的呀 跟王府过不去 就是跟我杨子良过不去 也得拜托董委长了 一定 一定 那行 你们先忙 来 来 来 慢行 慢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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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被杀的女人之外 家里也来过其他人啊 我们家上次被接以后 好久都没有外人来了 王爷 你 王爷 和黄管家一起被杀的那个女人是谁 和黄管家一起被杀的那个女人是谁 不清楚 这个黄管家呀 把我死得早 他一直没找 前日吧听说他找个女人 就是死这个 瞒着我 他偷偷地领解服来了 王爷 你 你有没有听黄管家说他有什么仇家没有 没仇人 他在我们汪府干了二十多年了 他们有什么仇人啊 这个黄管家真可怜哪 莫了莫了 撑着这个结局 童老爷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异常 没有 啥事没有 金专队长 这起命案 有没有可能是殷勤所杀呀 不排除这种可能 是 是 舅舅 我 金专队长 我队长 舅舅 这是怎么回事啊 表小姐 黄管家被杀了 什么 黄管家被杀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凶手是谁啊 表小姐 我听说 自从你接手王府的生意后 黄管家是一直跟着你的 你知不知道他有什么仇家没有啊 黄管家为人忠厚老师 不知道谁不惹神的 丰富的事情也绝不二话 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有仇家呢 董队长 你一定要帮黄管家报仇血恨 我一定尽力 你的任务是揭示童王爷 有必要去杀黄管家吗 虽然我知道 你一定事处有因 但你想管没用 后果是什么 将军 不杀黄管家 我就会暴露 是 童王爷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好对付 最近王府出了那么多的事 一旦他对你产生怀疑 你还怎么在王府侵服 我明显地觉得 王爷看我的眼神 和以前不一样 山科小姐 你是个优秀的特工 不过我提醒你 别忘了在童王府的主要任务 千万不能 千功尽弃 将军 我会找无分寸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